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火灾 而这两名消防员非但不灭火 反而开始了放火 只见火焰瞬间席卷树林 正当他们打算再次投放时 男人一脚踩塌了枯木 也惊扰了里面的马峰 就这样 两人信信地离开的树林 等到了夜幕降临 一群消防员席地而坐 不远处的山头已经遍布火光 消防对峙只是默默注视着 因为他知道 只要等到山头火焰燃尽 那么这场山火就会被熄灭 原来这一切都是队长老马的计谋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 森林里发生了自然 偏偏这时还刮起了恐怖的风暴 顺风吹火 火势一下子突破了防火线 朝着山下的小镇开始蔓延 一旦再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那么小镇将会陷入火海危机 于是消防队长老马当即决定 将山火外围的区域点燃 等树木全都燃烧殆尽 那么山火蔓延过来时 没有了可燃物 火势就能得到进一步的控制 比起一整个山头的树木 山下小镇人们的安慰才是最主要的 正当老马给队员们讲述策略时 随行的考核员却不答应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冒险又不可行 更是扬言要给队伍考核不及格 而这一次考核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不仅能升职加薪 队伍也能再往前晋升一下 现在只要等个几小时 消防飞机就能抵达现场控制火势了 根本不需要他们这么冒险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老马却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他有过一次沉痛的过往经历 那次山火爆发时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等待消防飞机 没有做过多的干涉 结果火势迅速蔓延 不一会儿就吞没了整个小镇 成了活生生的人间炼狱 老马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时间就是生命 面对考核员的喋喋不休 老马也没有再跟他客气了 一切也都如同老马预料那般 火势烧到这里就被控制下来了 虽然烧毁了整个山头 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等到时候 老马才在办公室独自懊悔 因为自己的鲁莽得罪了考核员 直接影响了整个队伍的前途 却不料考核员竟给了他们通过 原来他在参与的过程中 深深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感染 加上这次事件确实有功无过 所以给予了他们晋升 这下 所有人都在雀跃欢呼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事 也是从这一刻起 他们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眼前这个男人不仅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还因偷窃去采了缝纫机 可他后来却成了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消防员之一 就在母亲再次花钱保释他之后 将一打钱丢在了他的身上 母亲的话深深刺痛了布莱恩 而女友却在此刻跟他提出分手 原因竟是怀了他的孩子 理由也很简单 自己想把孩子生下来 又不想孩子有个前科满满的父亲 在双重打击之下 布莱恩决心痛改前非 因为学过急救知识 他来到消防队硬品 可这里的人知道布莱恩的底细 所以并没有人看好他 觉得他根本不能负担重人 好在这时老马的队伍正缺人手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收下了布莱恩 只是相比于其他人各个都有肌肉腱子 布莱恩瘦弱得跟个小鸡架子似的 老马也不管他是否有新人光环 直接带着他去拉链去了 说是拉链 其实就是跑山头 老马转身递给布莱恩一双板鞋 随后便开始了今天的训练 果然不出老马所料 布莱恩很快便落在了人群后方 甚至因为剧烈运动呕吐了起来 等到队员们都返程了 他却连一半的行程都还没有完成 就当老马觉得布莱恩完不成任务 准备放弃的时候 谁曾想布莱恩居然回来了 还给他们展示了一张山顶上的自拍 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自己完成了一整趟的训练 原本瞧不起他的队友们 也被他这股不服输的干劲折服 纷纷主动上前给他滴水 在随后的任务里 新人布莱恩每每总能创造惊喜 在一次任务行动中 布莱恩负责保护一棵千年古树 可不曾想任务完成后 在下山时却遭遇毒蛇倦骨 虽然布莱恩没有生命大碍 但是面对医生的建议 他却拒绝服用抗生素和止疼药 因为他深刻明白 止疼药虽然能够暂时缓解疼痛 但是这玩意而能致隐的 自己刚刚脱离苦海 怎么能够重蹈覆辙呢 于是硬是凭借惊人的毅力 布莱恩硬生生地忍住了疼痛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本以为生活就此不如正轨 却不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山火 打破了这份瓶颈 也让布莱恩和队友们 从此阴阳两隔 这是发生在美国2013年的事件 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山火 前线的消防员几乎全军覆没 致使英雄牺牲的原因不仅仅是可怕的天灾 更为重要的还是人火 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消防队 这19名英雄在亚利桑那州灭火时 拯救了超过4万公顷的房屋土地 没有造成一人受伤 却因为其他消防队的错误干预 导致18人葬身火海之中 最可悲的是 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老马率领队伍赶到现场时 发现火灾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比起之前的经历可谓是小屋见大屋了 他打算故技重施 将这一片的树林点燃 以此形成火焰对冲 建立天然的防火线 这个方法已经救过很多场火灾了 然而这次却发生了意外 一架消防飞机从头顶掠过 好不容易将他们点燃的火给灭了 老马也是被气到说不出话来 此时在想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他只能让布莱恩去观望火情 所幸的是现在的风势不大 火势蔓延的毕竟慢 可没等布莱恩说完 风向突然发生转变 火势一下子蔓延到跟前 更绝望的是 逃生路线也被火势封堵了 就当布莱恩以为活不下去的时候 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 一支队伍在撤退的时候发现了他 把他顺便烧下了山 布莱恩就这么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 可他的队友们就没这么幸运了 就在他们即将下山时 火势瞬间将他们困在山腰 老马意识到已经逃不掉了 于是带着兄弟们 转头冲入了火海 此刻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能灭多少火就灭多少 火焰来势汹汹 救援飞机却迟迟没有出现 消防员们只得用防火带裹住自己 可是如此汹涌的火焰 又岂是防火带能够隔绝的 当火焰被扑灭时 整座山已经满目苍蝇 而这18名救火英雄 也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故事的最后 布莱恩再次来到那棵 被他们曾保护的古树前 将上面挂满的队友们的照片和幸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的一生会经历三次死亡 生理上的宴起 举办的葬礼 还有就是被人所遗忘 没有人生来喜欢逆景 只是有些人在平凡之中选择了逆行 他们和你我一样皆是普通人 今年的夏天格外的炎热 重庆的山火也在25号得到了有效的风控 在这场对抗天灾的逆天之行里 我们看到了太多感人泪下的场景 在这个平凡的夏天 总有人前仆后继奋勇上前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 在此对于他们质疑我最崇高的敬意 天气炎热 大家在避暑的同时 也要注意防火安全 没熄灭的烟头 燃烧的蚊香 这些最细以为常不起眼的小事 恰恰成为了火灾最有可能的根源 也希望电影里的悲剧不会再被上演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